不懂得尊师重道的人 他能学到什么东西 他什么都学不到 因为老师就是教他 因为他不尊师不重道 他学不到他接受不了 不是老师不教 无论是释法佛法都没有例外的 学佛法学释法实际是一不是二 如果你不孝养父母 不尊重师长 你什么东西都收获没 都收获不到 就是同样的听课 人家听半个月 能有什么几点收获 你听半年 你都一点收获没有 因为你那个门是关着的 是不是 你门关着这知识进不去 这个道理你听不懂 有的人为什么听经 听老法师讲经三四十年了 到现在还听不懂 就是这个原因 把这个原因找着了 你明白了 你就会听懂了 这就是说 这只是别给你 听说 你怎么听不懂 这就是我 我心里会說 那就是我 我的频道